民進黨性騷案延燒 一波未平 一波又擠 人面受薪 知人知面不知薪 這不是黑道治國 現在不是台灣是黑道治國嗎 對啊 這有什麼好懷疑的 你看他對酒駕 槍擊案 性騷 黑道治國 所以他們被抓了馬上 就沒什麼好意外的 沒有加分的選項 他們應該負分了吧 他們這是 我不知道台灣這次蠻扭曲的 你跟哪一個政治徒步沒有出事情 就算真的有反應出來 可是只要他們有背景的話 我覺得那也很難 就是小蝦米很難對方搭盡於 都是有權勢的人 都是一些他手上握有某一些權利 那他用就利用他的權勢 來欺負這些異性 而且他還說我90幾歲了怎麼可能 90幾歲了更噁心 非常非常噁心 你說總統不知在那裡 對 英龍三個字不要臉 為什麼 對啊就是 怎麼會想要做出這種事情 那如果反過來他自己被信騷了 他是什麼感覺 做這種事 不要投給他們 我投不下去 我也不會投給他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世界上不該有這種人存在 畢竟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錯誤 現在其實已經 對他們來說現在已經扣很多分了 那我覺得他們處理好 平哥只是就是 扳回一些就是支持而已 總統蔡英文為信騷案 三度道歉 強調信騷零容忍 那只是一個slogan 它不能代表什麼 就像我們要世界和平一樣 就跟生日快樂 你許什麼願 我希望成為大富翁 到底是怎樣 這只是許願 它不會成真 我耗的話沒消 沒有實力作為的話沒消 我也覺得沒有用 就是用講的沒有用 要看未來執行的力度 不然很多事情也都是 講了也都雷聲大雨很小 信騷零容忍 我是覺得大部分人 應該是不會相信 避避風頭他們就過去了 還是依然如故 唯一的辦法就是 這些不配位的人必須下台 有民眾認為這些涉嫌信騷的人 都應該要下台 總統 既然未必須下台 Wii 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